十一点 怎么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十一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十四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的十四三人谈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继续有心的请到 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住嘉宾 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 张黎明先生 欢迎张燕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 知名网络作家顾尹琼博士 顾博士呢 还在路上啊 马上登陆我们的Zoom 那张燕你有什么特别想谈的话题吗 我估计最近一段时间 最热的话题应该就是 美军从这个 阿富汗撤军之后 在阿富汗首都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这个后果 那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 因为这个网上的新闻很多 一方面是阿富汗的这个现状 令整个国际社会非常的痛心 然后对美国的这个撤军 以及拜登总统的这个撤军的措施呢 产生很多批评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拜登自己本身呢 也在这个新闻上进行了 对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澄清 或者说他自己坚持自己这个撤军 是没有任何 他不做任何后悔的这么一个一个决定 我觉得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呢 我觉得 首先美国的这个撤军呢 确实是如拜登总统所说的 他不是一个今天不做 以后就一定还是要做的这么一个决定 因为毕竟美军在 在阿富汗的这个使命 已经完成 然后如果继续驻军下去 所要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 例如帮助这个阿富汗 完成这个民主进程的这个这个实施 以及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美好的 民主国家的这个这个前景 是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美军的这个这个撤离呢 我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但是呢 那里边可能在撤退的技术细节上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以吹敲的地方 比如说 在撤的过程中的一些这个 条件的设定 或者说是一些防御的措施 就是防止它情况迅速恶变的一些措施 可能会有一些可以商榷的一些地方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很 咱们说就是比较挺愤怒的 因为因为塔利班大家都知道 以前那个时代周刊上 那个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女孩子 十几岁就强迫嫁给人家那个塔利班的士兵 是吧 然后到后来想要反抗的时候被格老都跟鼻子 然后这个照片后来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父女呢就出门不能够就是不能够露脸 只能露两个眼睛 就所有的全部包裹起来了 不能上学 不能看电视 不能听广播 这非常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呢 就是拜登这么这么一测呢 就是测得很干净了 就是让世界各地的盟友感到很寒心 就是以后特别是还有一些国家跟地区需要美国帮助的 包括乌克兰啊 还有甚至台湾啊 他们继续希望于美国出兵保护他们或者什么的 那么现在一个一个就是血淋淋的事实啊 就是美军是靠不住的 就是在关键时候要掉链子 那最后呢 他就测了 那么一测的话就就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回到了20年前 但是呢 我也看了那个就是拜登这个发表电视讲话 然后一看这个数字啊 就是这20年美国花了多少多少钱 花了一万亿美元 我的天哪 一万亿美元 你就是 你一个美国人 三亿美国人 或者说两亿美国人 平均发一下 一万除一二 每人5000美元 这个数字太大了 而且就是牺牲了2500个美国的士兵 在20年里面 这个代价确实很大 那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阿富汗 他这个 就不想抵抗 这个不想抵抗就没有办法了 就是说相当于 我说难听的 就是扶不上大家抖 或者说 或者说换不醒睡着的人 对吧 他他自己就不想打 他他自己不想打 然后美国美国花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人命来帮你打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行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美国人 美国的钱 他也不是大傻币 或者什么 就是有花不完的钱 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国家 就给你一万亿 你这个太实在太多了 就是说 然后当然 这个美国的总统也是选票选出来的 那你这个 你这20年花一万亿 接下去还要20年再花一万亿 再再打住他人命吗 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美国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 对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 就像小元 你刚才说的 就是很多其他地区 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的区域 可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 因为毕竟 这个 拜登亲口说出来 说这个美国 美国的士兵是不会去帮助一个国家去啊 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内战 不是不是 他是说不会 不会去打你自己都不想打的战争 因为这个阿富汗人就是不想打 不想打塔利班 塔利班一听说塔利班来了 他们都放弃了 那就是本来塔利班那个士兵只有七万 七万五千人 然后那个阿富汗的那个军队有三十万人 而且武器都很精良 因为全部放放弃几个 连那个总统第一时间 就是说 塔利班军队还没进入喀布 总统已经跑了 你这个东西 对 就像这个拜登所说的 说我们可以给你们精良的武器 但是我们给不了你战斗的意愿 对吧 就是一个 阿富汗的这个整个政府军三十万人 没有完全是失去了这个 战斗的欲望 或者说是拯救自己国家的这个 这个灌灯 他们愿意直接放弃抵抗 然后 气泻而逃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美军在待多长时间都没法解决 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聊的一个就是 一个核心的内容哈 就是为什么三十万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军 他们没有这个抵抗的一个欲望 呃 据我的分析呢 和这个对资料的这个了解呢 阿富汗是一个非常穷困落后的一个区域 尽管这个呃 像苏联那像英国啊像美国啊这个几个 美国在在此这个驻军 然后去去试图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去影响这个国家 那这个民主进程 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这个政治进程 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 这里边有种关键点就是他因为这个大部分地区是山区以及这个落后的这个资讯和这个信息的闭塞 他的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区域是控制在一些 所所所谓的这个部落的这个组长的这个手里面 呃这个举一个例子哈 就是说像有点像我们这个以前的传统社会 以前传统社会在中国呢 呃就是大量的是是在一些呃 士族或者说是呃部落 呃不就不叫部落 就叫士族 乡身地主呃 是是这个本土的这个呃 政治力量的核心 那外来的像中央派过来的呢 基本上都是 你看像像那个呃 古时候对吧 就是七品之末官 最小的官 但是他是个县官 他他是呃中央政府派出到这个地方上的一个县官 那一个县官到地方能做什么呢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当地的乡身合作 呃来对当地的这个人民进行这个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一个一个治理 而不可能说是在在像这个四九年以后 中国共产党统治了这个大陆地区以后 把整个乡身 这个这个这个阶层整个 全部消灭了 基本消灭掉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党的干部派出到乡一级 村一级呃 城市的街道一级 去完全构建一个这个统治的这么一个 呃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在阿富汗这种区域还像我们这个传统社会里面那种呃非常落后的那种部落的那种 那种统治结构那在这种结构下如果不像共产党一样把整个这个呃部落这个组长啊或者说他们叫毛拉呀 这些人消灭掉的话不去重新构建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统治结构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 呃任何人来了以后花多少钱对于当地的政治环境以及这个治安或者说是同治都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这次这个呃阿富汗的政府就在美国的这个撤离之后他们毫无抵抗之力 就是因为他们他们空有一个比如手里有枪但是呢他们对整个的呃部落的或者说这个呃整个的这个大部分的社会结构的的治理是没有没有渗透下去的 那这个时候呃如果当地像他们有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传统对吧 那这个呃像塔利班他又是一个打着这个呃用传统的这个伊斯兰教精神或者说是法律去治理全国的这个呃这个政治纲领的情况下 那这些毛拉或者说这个组长这些酋长们如果倾向于呃接受塔利班的这种政治纲领的话 那他们就会在暗中相助帮助这个塔利班迅速的收复这个呃整个的阿富汗的国土而政府军 其实政府军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些呃传统的伊斯兰教的这个教徒对吧 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以男性为主像像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比如说批评最多的是对女性的这个这个这个霸凌 或者说对女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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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制自由的这个压制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伊斯兰教的这个核心呢对吧 我有印象中 我跟一个 我们国内的一个 比如说 也是伊斯兰教的 一个阿宏去聊过 我说他就说 他们伊斯兰教教义怎么怎么好 我说对这个妇女问题 我说你们的教义 是不是对妇女有很大的压迫 或者说对他们 有这个不好的 他说没有 他说我们对我们的姐妹 我们的这个家族里边的 这个女性是保护的 对吧 我们为什么用教义去要求他们 比如把身体完全包裹起来 把你脸上要蒙起来 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男性 对女性的这个 这个色诱 他认为就是女性 如果一旦露出来的话 他就会引起这个男性的 这个强奸他 或者侮辱他的这种这种欲望 所以呢 我们是最大的保护 把他完全遮起来 你看不出 你看你女人和女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的时候 这个时候 是对他们的一种一种保护 我现在 首先欢迎一下郭博士进来了 然后就是我现在对你说的就是阿富汗是不是已有这种师大夫或者乡村阶层在实际上在统治的这个这个地区 是保留太多 因为我没有没有看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资料 因为乡村的话毕竟还是中国就解放前中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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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 但是这个阿富汗毕竟还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 然后那个靠扎伊啊 然后这个就是美国扶持的这个阿富汗也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 但但塔利班是全世界公认的一个一个最大的恐怖组织 他只是一个极端的宗教组织 当然这个中国的游戏那个学者说塔利班是阿富汗的解放军 我们也不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解放军是那个中国的塔利班 这个事情把解放军跟塔利班等同起来了 这个非常可怕的这种说法 不知道郭博士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法的 因为这个小时候我就住在新疆的嘛 其实我们是跟这些 当时我们国内用的措施我可能以前讲过 就是说北疆啊 我住在北疆 因为北疆他们是也有这个 当然是为族人为主 但是也有别的这个姓这个伊斯兰的人 因为在整个北疆 我就不说南疆了 因为南疆没去过 但是南疆的话他的这个穆斯林更多 但在我们这个北疆是这样处理的 虽然说他也有一些什么塔吉克啊 那个俄罗斯族啊 还有什么那些在山上那些比较小的 但是总的大的我们的小说名字叫维吾尔族 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大家就是有居民点嘛 基本上也都是五六个汉族人住的居民点 那么中间会放一个这个维吾尔族人住的居民点 然后这样的把他们的居民点就隔开了 基本上那个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交流 基本上等同于林啊 因为我们也不去他们那个地方玩 他们也不赖我们这在玩 这个首先小孩子是没法交流的 成人的话偶尔有所交流 但是也是很少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那个提示 你不要去买羊肉串的 你不要从新疆人手里买羊肉串的 羊肉串葡萄干 你要买的话怎样跟他们打交道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很少 因为包括那个维吾尔族人他们本身 也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还有经济不发达的地方 葡萄干啊羊肉串啊 比如说他经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你如果在乌鲁木齐 像乌鲁木齐他可能还配着 有大量的保安啊警卫啊 那么你就可以经常去 维族人住的这个地区 比如说这个商场里去买羊肉串啊 什么之类的 这都是OK的 但是你如果在普通的 像我们这种居民点里面 比如说我们大门都住Bavill 你非要往那个Takuma那里跑 Takuma的警察你说他保护不保护 也不是说不保护你 只是说Takuma的飞翼 看见你之后会感到很奇怪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就是说在国内那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教堂 就是他们的那个清真寺 在他们那里都有 我们这边教育就是说 不要过去打扰人家 跟他们保持距离 然后实际上实用的法律啊 什么东西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他们来说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定罪的标准低一点 对我们可能是600美元 汉族就是犯罪 对他们可能是200美元 你介绍了一通那个新新疆的这个民族组成 但是跟那个塔利班有任何的关系吗 那这个东西就实际上就回到了 我们这个塔利班也是一样 他们的他们跟我们实际上是 要在这里面是谁说话老大 谁有暴力谁说话老大 因为在我们那时候也说了 就是说为什么那时候大家都听 维族人都害怕王正 因为王正来了就杀人 那么跟塔利班是一样的 塔利班那个地方 政府军并没有达到很大的优势 也就是说在那里谁不怕死 谁有组织的这个青年人往上冲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占优势 那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在那一个不占优势的一个地区 而且又资源又那么匮乏 其实据说有很多矿产 但是没办法转化成钱的情况下 没有经济利用的情况下 在那个时候就是谁猛 谁能占 没有他的经济命脉就是中央片 然后呢是掌握在塔利班的手里 那我那我告诉过你没有 在我小的时候 新疆到处还有阴素花 只是说不允许你去采它 那我小的时候还吃这个阴素花 因为阴素花吃感冒特别好 你喝一点的话就有一种麻醉效果 出汗吃感冒特别好 但是他人容易晕 中压片的很正常 那不共产党也中压去 他也不否认吗 那是早期了 不是不是 共产党炒创的时候 就是解放钱 没钱的时候 没钱的时候是肯定的 现在他当这么就不干这事情了 对啊 这我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 你记得吧 两个礼拜之前 塔利班不光跟中国人去接触 跟俄罗斯周围的所有的国家 伊朗都接触了一遍 他们大概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们要组建塔利班政府 美国估计也放弃了 美国也无所谓了 这就是一个 这个在川普政府的时候就已经谈了撤军计划 实际上对于塔利班而言 他当然他们很恐惧这个美军 就是美军如果没有说撤军的话 今天的这个阿富汗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局面 对 但是呢 以前他只占百分之五的土地 现在百分之百了 对 不 你说他们就像水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美军开出去 时刻会跟他们碰面 但是呢 他们一见美军来呢 他们就跑 对吧 他们不跟美军打 因为他真的打 打也打不过 甚至包括政府军 他也不打 但是你要想把它消灭掉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当地的这个老百姓 老百姓 对吧 你不可能说对他没犯法的情况下 他就不是恐怖分子 他也不是塔利班 对吧 他必须在干坏事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过去把他击毙了也好 你把他抓起来也好 但是如果他没有做坏事 他看你来了 他就跑了 对 还有一个事情 我可能那个战长你不知道 我刚刚说了新疆这个情况 就是说平时你没有矛盾的时候 大家都很好 维族人也很nice 汉族人也 大家都可以在一块唱歌跳舞 但是一旦有了矛盾 第一个矛盾跳出来 他们怎么找靶子 就是你的长相不一样 你是维族人 我是汉族人 这个我们之所以过这么苦 就是因为汉族人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 你在新疆是不是长得有点像维族人 所以没有 没挨过胆是吧 我我们是百分之 我们用的那种方式的97%都是汉族人 我用的其实很少 但是怎么厌服 他们他们看见你汉族人 你怕不怕 我们住白费 他们住塔口马 你又不去塔口马不就行了 塔口马开车开过去 有什么差别吗 那时候他们穷 我跟你说 他们因为人一穷 他必须要找理由 那么他一找的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们是受压迫 为什么 谁压迫我们 那就是汉族人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怎么破 破不了 对不对 你给人家钱 那又给的不多 对不对 你比如说北京要给他们发钱 一个月是发一千好 还是发一万好 你发了一万 我们汉族人干什么去 对不对 在美国的标准是5000美元 我们见一下广告 而且美国警察执法很严 中国警察没法执法 你说怎么执法 对不对 我们见一下广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广告这么短 欢迎回到我们星期一的 时事三安谈 那刚刚那个顾影前博士 迟到了十多分钟 然后 顾博士是知名网络作家 那么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 资深媒体人张利明先生 刚刚讲的那个 塔利班跟解放军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等同或者互换 这个很敏感 这个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这个国内某知名教授 我们应该把他人弱一下 这个事情 然后那个 其实有一个话题 就是我现在顾 顾不是讲是特别特别合适 就是吴亦凡 被捕的事情 因为这个吴亦凡不是顶流吗 是网红中的网红 对对对 然后你作为一个网红 你对这个吴亦凡被捕这个事情 你觉得他是活该吗 还是活该吗 还是活该呢 你讲 他他里面 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 他里面犯了几个错 当然了 我们是从一个假设 我是一个律师的角度 怎么保护你自己 因为你怎么又 怎么又成了律师了呢 你不是律师 假设我是一个 我是吴亦凡的律师 我会建议吴亦凡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对不对 其实吴亦凡的话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 就根据这个爆料来说 他其实对女孩子很小气 你可能不知道 你如果多看几个料就知道 他从加拿大那些地方 订购假的名牌包包 骗女孩子 不是他就是 人家给他献身 他就一毛不白 是不是 对对对 他人家给他献身 他以为他真帅的不行 然后就 只给人家谈理想 然后过一段时间 给人家谈理想 那人家的理想是 他也加拿大国籍 他可以把他带到加拿大去 对不对 就是解决身份 就是说你不能带到加拿大 你至少给人家送一点 真品的东西 对不对 首先是这个他是犯错了 第二个他 说实话 因为你如果仔细看 吴亦凡的成长历史 你就会发现 我那时候写过一个文章 就说吴亦凡 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妈帮他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他十岁的时候 他爸爸出轨 然后他妈跟他爸离婚 把他带到加拿大 给他弄了一个加拿大护照 对不对 另外一个坏事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没人管 就不读书了 他实际上高中 严格来说高中好像 以前加拿大护照是香的 现在因为孟晚舟事件 加拿大护照不行了 因为拿了这个护照 有可能被逮捕 这个没罪意给抓起来 问题是这一次 如果没有这个护照的话 他有可能就没处可去了 你知道吗 他出了国 他的钱也用不了 那你说怎么办 他其实赚了很多钱 赚了接近有一亿美金 他钱都跑了吗 还是已经走着去了吗 里面大本工作室 我相信如果他妈不是特别蠢的话 应该把一部分已经转到文国华了 但如果他妈特别蠢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妈自己惹出来了 本来那个女孩子就在网上 骂一下吴亦凡 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 上了床你又不给我买礼物 也不给我 也不陪我聊天 也不给我介绍了什么工作机会 他妈妈报警了是吗 对 他妈妈报警 把这件事情惹出来 那么这里面 这里面其实就是 这本来本来 本来人家说这本来就是 那个演艺圈的潜贵者 就是比如说张艺谋 以前找过很多女演员 对不对 然后当后来很多女演员 就是还没成年就给他生孩子 对 这个如果照这个标准 全是强奸或者逮捕的话 娱乐圈一半都给抓起来了 对啊 所以说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吴亦凡 他这个他妈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吴亦凡的小气 根据事后的这些出来的料 让我很震惊你知道吗 他一个代言几百万 你说你稍微拿出个 一个小女孩子对不对 拿着一万两万对不对 对吧 你发个520都没事 但是可能也是跟吴亦凡 小时候经济不太好 也有关系 发个520 你不是开玩笑 打发叫发子了的 你拿几百万 你看他的聊天记录里 520都不发 这是一个很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很多的时候 这个免费的东西 是最可怕的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代价最大的东西 所以说 而且的话 这个吴亦凡 他里面犯了非常多的错 他比如说他言语啊 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啊 什么之类的 他都有都留下来 都很粗俗 对不对 就是粗暴 对他 不过说他有很明显的 就是指挥别人 去找那个小姑娘 而且我告诉你件事情啊 告诉你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人的一个事情 有一个很著名的人 曾经去纽约读书 好啊 这个著名的人呢 就是让我的朋友 给他去找姑娘 OK 这个著名的人 非常的小气 但是这个著名的人 后来遇见了他的老婆 就回中国了 就在那个时候 就告诉你啊 这个著名的人 就是说 他们其实都是很小气的 你都没说过 那都很奇怪 那这无尊 无尊杨兰 要不 啊 无尊 无尊看上杨兰吧 杨兰带回国 没有没有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杨兰那时候太穷了 他又想留在这里 但是我说的这个 就是说 他们里面很多的 国内的这个就出来 你觉得他特别有钱 但是他们 特别小气 而且你有的时候 很难理解 就是说 他以为别人都是跟他谈感情的 知道吗 但我跟你说 就是说 其实 大家都知道 我不相信这个 吴亦凡是 强奸 或者什么的 就是说 那么多女孩子 能能够见到吴亦凡都激动的要死了 对对对 像你看那么多像明星啊 什么 什么什么李雪芹啊 或者什么的 能能蹭个热度 就给兴奋多少天了 就是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有这些问题 因为女孩子成熟的早 而且 他在国内的话 你要想一想 别这些女孩子 对他还算是客气 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现在可能50个100个都跳出来 都指责吴亦凡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me too运动 是吧 对对 但是只是吴亦凡 那这次me too运动呢 开始国内 你看这个舆论对那个叫什么都什么来着 都美族 都美族对对都美族开始他自己的爆料 大家其实就当娱乐八卦看 嗯 非的逼到最后的形式是他老妈非要说人家诈骗 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搞出来 就是说你推运动 其实是你看 吴秀波 朱军都碰到了 他们都没有坐牢呀 你现在 现在已经升级到这个程度了 说他又涉及到 数目特别巨大 年龄特别幼小 然后就是就是强奸 然后呢 你这就是形式 就是形式 这案件就坐牢了 那一判可能判十几年 这十几年算少的了 你以前那个不是 租金跟吴秀波 大不了 你这个事情就是破产免灾 或者什么样子 就是大不了 我这租金说起来 我这大不了春晚就不主持了 那还活着 对不对 这个要哪个地方去走走穴 要挣点钱 或什么东西 都保住了 对不对 肯定是名声稍微有点影响 但是也不会坐牢 坐十几年这种事情 现在已经是创纪录了 就是没有 他们主要是丑闻 他们是并没有牵扯到未成年 我觉得他们 这个都 他们这些米推 或者什么 这个这个东西都差不多 不是米推 他们也是不米推 朱军就是米推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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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时期生 吴亦凡不是米推 吴亦凡不是米推 吴亦凡是 一开始这个都美猪爆料的时候 就号称 手上有四个还是五个 未成年就要把他送进去 然后吴亦凡的回应的就是 如果我犯法了 我自己把我自己送进去 所以说这个关键点 是未成年的问题 对吧 那跟那个什么 朱军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台语是米推了 就是都美足说起来 哦 你们你们碰到的事情我也碰到了 就是我也是嘛 就是 反正他肯定不会因为跟都美竹 发生了关系 而导致他进去 他肯定是在其他的事情 东美足有他手手上有他的料 就这样子 然后他都美足没有摆平 结果那就捅出来了是吧 对啊 你看他妈就告的 那诽谤或是什么敲诈勒索的话 那都美足没料 也得也得也得有点料 对吧 那不可能说一点都没有 然后把这料拿出来之后 那公安机关肯定要去核实 核实了之后 那就现在就 现在这种处境对吧 比如说是拘留啊 或者说是逮捕啊 然后上法庭吗 对还有一个问题 站长你不是以前搞技术人员吗 这你要看料 他们居然把吴亦凡手机里 所有的东西都给 呼叫什么还原出来 是吧 说明所有的东西 其实在微信的服务器上都有备份 不这个我不知道是微信是吗 反正他如果用的是华为手 就有可能用的是 用的是iPhone的话 就是不是不是 以前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案子 就是苹果公司 就是说那个加州一个城市 发生了枪击案 就是有应该是一对夫妇吧 他们把那个一个 那个一个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 十几个全部打死了 然后呢就是 后来他自己是被警察打死的 那后来那个就是 警察局他们想要破他的那个iPhone 后来要找那个苹果公司 说你们能帮忙把这个iPhone 那个解开 苹果公司说 我们要保护用户的那个隐私 不给就是不给 但是你中国的话 中国的话就是 华为之所以被被拯救在这里 人家就怕你 政治需要或者什么需要 就把那个个人隐私全部全部虚弱 所以大家觉得觉得华为的不管是手机还是还是5G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物赞 全部就是就会就就就危害这个用户 现在啊 现在苹果也一样 苹果因为原先那是密码 现在是指纹跟面部识别 警察把他摁在那拿他脸一照 那个手机就开开了 根本这个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 有很多人还是用密码 我还是用密码 我不想用指纹 我说所以我还是用 就是那个你自己选择了用指纹 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啊 吴亦凡的话肯定是警察 北京警察说你把所有的密码都给 他肯定就给 对 没错 这个国内的你不可能说 我要找律师 我要保护你 保护我自己 因为国内的律师找过来 最后警察说我们需要他的密码 律师还是要给 你不可能找理由说不给啊什么 你知道 所以说吴亦凡这次还靠加拿大护照 能护士他 因为我看了应该是判十年最多 但呃 还有一个叫 呃 呃 呃 去逐出境是 做完牢去逐出境还是 做完牢去逐出境 但是也分情况 那个加拿大人好像是 呃 其实就是先去去逐出境 因为有的时候也是根据跟政治有关系的 就有的是先出去逐出境了 以后其实就不用来了 有大部分是 要屌丝的话 没有关系的话 那你就你就一直做着 做完了之后再去逐出境 但是对他来说 这辈子也没啥遗憾的 你知道吗 30岁之前该享受你就享受呢 为什么没一下 你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事目标 你这个哦 30岁之前 呃呃 就是 还还比较顺利 以后就不要火了 这个事情不对的 那以后除了中国 别的地方都能去 那有什么 不错 就就回来 没有人理他 对吧 回不来了吗 而且他在那个地方还赚那么多钱 如果他妈不是蠢货的话 老板就把这些钱都可以转移出去 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 我估计 我估计前面就是都还没 还没逮捕的时候 这个钱除了除非已经冻结了 不然已经呃 应该转出去了 但是从他妈报警这个情况来说 可见他妈水平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 你很难想象 那 因为他在北京也买了上亿元的房子吗 空在那里 所以说 很难说这个情况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 我也说他呃 他也不是网红 他是反正是名人 但粉丝几千万对不对 就是微博本来就 三千万四千万 那很多里面都是 这个那种 加上去并不是真粉丝 没有用 而且 我觉得他的钱应该是没有没有问题 因为一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金融管制呢 首先他管制的是国 国内的人 对于这个加拿大籍的一个外国人 在 他人民币要换 换外汇 转出去也是有限制的 那没有 没有 外国人是没有的 外国人没有限制 当然没有了 那除非是 除非是故意卡的 就是正常来讲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我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 拿了外国的护照 我在国内有些人民币 比如说几百万 我拿出来 就不受这五万美元的限制了 你别 你别说你是外国人了 你就是绿卡 你知道吧 作为这个就是 桥居在海外的华人 如果需要的情况下 一次性向这个 向政府去申请 一次性 比如你把国内的房子 卖了之后 就可以把钱一次性转 你不能老转 你不是没事老转 那作为那个外籍人的话 那外国人在中国赚钱 你肯定的让人带走 那就像 对吧 那个外国公司 那不可能说赚了钱之后 不让人带走 对 所以说战长 你 这我没听说 因为我原来绿卡 我想我也要赚钱 这是他们说 你最多只能赚五万 就是这样 绿卡 他不算 你要是外国人 我刚刚刚咱一样说的是绿卡 不是 你要去申请 你不是说随便可以随便转 你知道吗 申请 我在我在国内总共没待几天 还要去申请 申请了等你半年 申请是你不申请的问题 他法律程度上他是有的 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这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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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图中文地的 西亚图中文电台 西亚图中文地的 西亚图中文地的 西亚图中文电台 西亚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China向您问好 购买回国机票 请上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 专售美中航线机票 应有尽有 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 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 就是flychina.com的独特用事 您想知道西亚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主页左下角 实时更新为北京 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 点击后 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的宗旨 帮您尽快找到 购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 由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 onewell company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了 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心的请到 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 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立民先生 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隐琼博士 那我们从前面那个塔利班重新统治阿富汗 然后又讲到那个国内禀留艺人 那个吴亦凡被捕 然后我们再谈一谈这个 有一个也是网红医生啊 张文宏 现在也碰到了一些小麻烦 有人指控他20年前的博士论文造假 就是说那个剽窃别人的 比如其实说他的博士论文有3300字 是造翻了另一个已经出版的 不是已经发表的文章 那么现在其实是谁捅出来的呢 是一个比较比较糟糕的一个人 说他叫赵红 赵红业赵盛业 这是也是一个网红还是什么 但是这个人好像劣迹斑斑 以前在微博上说要那个 把整个世界给诈评 这个挺 这实际上应该是恐怖分子 然后呢 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张文宏得罪了他们 就说张文宏好像是南京路口机场 那个Delta病毒泛滥的时候 那个张文宏说 那个中国要慢慢的跟病毒共存 就是不能出一个病毒 就把所有的人都给封起来 所以呢 他就说 这我觉得这挺好 说的挺好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批 批这种说法 说人类不能跟病毒共存 所以呢 说那个张文宏是一个反动的学术权威 结果呢 就就就就就有人把他20年前的一篇论文 博士论文 7万字当中有3300字 不占比不到5% 那这里面他而去是中数 不是不是核心 不是他的论文的核心部分 中数嘛就是说啊 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然后再段叙述的时候 照照办了一篇论文的文字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 好像回到了文革一样 要批斗批斗他的样子 因为有点这个 坐在风口浪尖上面 对吧 然后那国内呢 其实舆论是一边倒的 其实都都是挺那个张文宏的 因为张文宏在那个这个网民当中口碑还不错 那现在这个海外的话 碰到那个方舟子 好像碰到是他的打假的领域 所以他一口也咬定 一定要说这个张文宏是造假大王 那我不知道两位 顾敏琼博士也是这个这个 学书上肯定是发戏文章的 对吧 对对这种举手造假 你你认为张文宏 有这么严重吗 他那个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关心过细节 首先这篇文章也没人读 那也不是那个最早爆料那个人去读的 肯定是有人私信说 你看我认识张文宏的一些 因为那篇文章 后来把那个我看过两篇文章对比 对的确是抄袭 不是就是中数嘛 就是三三百三千三百字 你要你要印出来一二一二一两页 对不对 这个两三页或者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也不能我我读了 这个基本没什么差对不对 没什么差 这个这个就不对 你至少你要是 这个肯定是不对 对肯定不对 但是你这个这个东西二十年前的东西 这个是 首先二十年前这个是超时 那个肯定是超的 这个 但是他超的时候他没有 你哪怕把那个对方引一下都可以 因为 但是我们就说 我们引别人也不能够 他只能使用 我觉得是使用不端嘛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严格 对这个是他的他的论文的主要的贡献不在这里 因为主要贡献 主要贡献部分大家也会去读 因为那一大堆读来读去大家头痛 中数嘛就是说叫所谓的state of art 然后做现在市面上做到什么程度了 然后他就引用一下 当然你每一句会用自己的话说嘛 就麻烦一点 比如说 就是说张三 某某单位的张三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引号 然后呢你超进去 再加一个引号 我觉得他做的还不错 那这样可能就没问题了 对吧 那你就整一块张三 也不说都是张三的 蹦 这个也弄弄过去了 那以后 但我觉得这个这个事情 你跟他现在的事情没关系 你现在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抗 抗击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领导岗位上做的挺好的 你不要把它搬下来 用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 没什么必要 因为有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张文宏用的是美式的西式的观点 认为我们不应该严防死守要恢复经济 但这个事情的话就会威胁到 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整个指导理念 这个问题 而且 现在其实在头条啊 很多 其实张文宏的粉丝是挺多的 只是不敢说话 嗯 因为你 而且我也发现我在那个昨天做了一个视频 讨论张文宏是否 挑戏这个事情 嗯 怎么改 头条抖音上都不让我发 怎么改都不让我发 那么那不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去看望张文宏吗 这个这个说对那个 嗯 感谢他所说的贡献我什么东西 这个李强不就挺了他了吗 这个事情 但是从某个观点上来说 实际上在国内是不能够用跟病毒共存 那边国内的医疗啊 人和人住的这个环境啊 其实都 如果你要搞 你不能共存就不能共存 你让那个钟南山去说一句 然后我我不赞成那个张文宏医生说的话 呃我们是不能跟他共存的 你就这样好了 你不要去搞肉体消灭这种事情 先把你打倒 然后你就是以后跟跟那个吴亦凡一样 最好把他弄到住牢或什么东西 这个这种事情就就就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反正他也是一个专家 然后呢他他名气再大影响再大 也就是也就是一家之言对吧 他他可以这么说 别人也可以那么说 那你不要去搞这种 搞这种黑黑黑材料 我说几十年前写写的东西 然后再去看哪段文字是抄的 这个这这这这这这这人家不是还说了吗 你这个领导岗位没有挖出他 要小就是搞小三 也没有去以前谋私 也没有做也没有去收人家红包 这些东西都没有 你就就然后结果结果其实 去说他20年前都是那个学 学术这个使用论文不端 你这个庶民他是一个 还是做做一个领导干部是很清洁的 很清廉的对不对 他言得也不是人家 但是我们再插一句啊 这个美国总统这个乔拜登 他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的演讲稿就抄了 你去上去说他竞选过三次总统 第一次你比较年轻拿了一个稿子出来念 最后是抄人家的 但是张文宏这件事情呢 从我的观察来看呢 张文宏这个 在那个时代 那一批人里面的确 很多的时候他们写这个不是很规范 因为严格说 如果你这么抄的话 你导师肯定就会问你这一大段话 从哪里来的对不对 如果他发现你是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话 你至少要学会自己把它改说一下 对不对 你张三这么说 你可以反过来说 但是你至少要把语序啊 说话的方式 语序啊说的 那一般一般正常来说呢 我们我们这种中书的文章一起论多 对不对 你说这这句话说了之后 后面加个括号 对不对 然后处处随随随 然后呢 后面这个参考文献都立出来的 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就没问题了 对 但是张红红那个时候 可能也没有做到 那个 在那个时代 其实很多人 因为他们 你要知道那个时代 去图书馆 其实都是要借那种 书面的材料去看的 你要是写这种 比如说毕业论文什么东西 你憋在那里 自己写 真是写不出来 你写 尤其写那么多东西 你也不知道该写的在什么 当然的话 他可能就是看见某一个 小的杂志上面觉得 大概没人看 什么之类的 而且国内的论文答辩的话 其实也没有说 会那么严格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我看见过国内的那个 导致答辩 大家也不会 我是觉得你这个 你就算像他 没有 没有 没有著名出处 这个文字 但只占不到5% 你也不可能复旦大学说我就取消你这个博士论文了 这个这种我觉得做不到 你如果做这个不到5%就要就要取消论文的话 这个全中国的博士可能30%到40全全都取消 国内的查冲率好像是10%吧 咱们定的12% 8% 对 他不大感受5呀 那这个东西 而且其实像他这种做专业学科方面的查冲率其实应该会很低 因为没有人做他这种东西 你又不是做一些人工智能一些大的篇篇幅的方向 你比如说做上一些比如说你那个小的方向 我那个论文方向可怕我做完这个都没人在做的东西 我也没也没地方 也没人抄我也没人 我也没抄别人对不对 你画个图画完了之后也只有我画也没别人看 我的我的文章被人家抄了很多呢 你是做WE还是做什么 我做人工智能的 我跟你说一下人工智能在那个时代 我认识好多人工智能的博士 他毕业就没有工作 因为人工智能在那个时候太超前了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老没有那么久 在十年前对 那时候还是很超前 所以我们论文已经快5000了 已经顶上全国中国国内计算机行业 这个教授的钱1%了 那你可以申请IEEE的那个什么 认识 申请完了 你看你中美两边通吃 专家回去 专家一起 再给你讲一下 顺便时间给他 那个国内现在不好混 我才知道 那个我同学还有朋友 去中山大学做教授 知道了 后来才知道他们招几百个人 结果最后能变成教授的 就两三个五六个 现在就是国内海归回去 也是当讲师啊 然后就是或者是助理 就是assistant professor嘛 过了五年还要还要平的嘛 就是能不能跟跟跟美国有点像 所以呢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复旦的那个 海归回去没有没有屏上就把书记给杀了嘛 嗯 事情挺多的 对因为那国内的那个搞大量的这种养股啊 这个实在是呃守得了 不过像你这你应该申请个i triple e的更高级的 这样的话这个还是比较少 啊哈哈 这个我我我觉得你你在 美国这个一个一个野鸡大学当个院子院长 在国内人家也也查不出来 你是可以 我们这个查是可以的 因为我是可以移民局发i turning 我也无所谓人家说我这野鸡大学了 我就我说我可以给人家发留学签证 让人家过来学英文这不挺好吗 再说经常骂人家野鸡野鸡 哈哈哈哈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来来美国读书又不能改变你 来这里 就你就是在给美美国奉献你的青春的嘛 嗯 那总比在阿富汗好对不对 因为今天阿富汗这个 嗯这个包机就是本来只能坐两百个人 后来挤进去了八百个人 然后起飞的时候飞机的轮子上还掉了两个 吊了三个吊了三个 吊三个又掉下来了 他不管了因为再再不飞 说不定被塔利班打下来了 他只能起飞了 起飞了这个就是挂在轮子上的就掉下来 没有美军其实跟塔利班我看那个新闻其实已经达成协议就是达成协议 他拔不着美军快走 就是美军是这个最后这个协议 比如说机场啊 这个这个把证机场 不然的话 美军说起来 我们再杀回来好了 大不了你你你杀一个美军呢 你你你杀杀看嘛 对不对 我我都大不了 再再再再再花两万一美元 把你把你杀杀光了 对了你本来江山都到手了对不对 就是算了吧 就忍一死吧 那些爬到那个机轮上的那些人 他们很多是 就是跟美军有国合作的一些就是要走 但是呢 因为比如签证啊 或者说因为各种因素导致他没有 他们一直在搞那些东西就是那个 呃就是那个给美军当过翻译的那些人 然后呢给他们办签证 但是那些人也很多的就是 然后呢就是现在美国人他这个 很多会来西雅图 啊 很多会来西雅图 哈哈哈哈 五千多人好像 对但是他里面会有家属 因为这种签证应该是三年之后 你想转绿卡就可以转绿卡 这跟之前的那个应该 对他这个是特殊的难民 那特殊的难民签证应该是 就可能直这个直通道应该快一点可能 而且西雅图是很著名的 呃就就就就就各各方难民都希望了 西雅图就是西海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加加州呢 叫金山路三基啊好 还去的地方多的呢 哦那那太热了 他们会说那那太热了 我来自阿富汗已经不希望 但是西雅图是很出名的 好像还有一个中部的什么 哪个州 但是西雅图因为呃 从某种角度上好像是可以让他们选的 很多人会选西雅图了 西雅图你要说知名度还不是最高的 在全美国 应该是有一部分人会来学会会学 嗯但是你要是做经常做乌波的话 你就会发现我们这里有很多来自西非的 苏玛里的 我那是我们说的是阿富汗那是一样 那是亚洲亚洲 也会过来开出租车的 你信 因为很多我看那些人他过来的话 他也不肯给他高官做 他除非有钱特别有钱 他大部分我看也不像 那么他们没人 他们没人 他们没人 啊我们时间到尾声了 谢谢 郭宁琼博士还有张力明先生 呃也感谢各位 听众没有收听本期的 十四三天 啊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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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件